兄弟们,驴肉我们吃过无数回啊 今天我们在厦门祥安马向古镇吃一个螺子肉 这是一整只螺子啊 对,一整只螺子 螺子肉你们吃过吗 来看一下 大螺蹄子 这个螺子也跟驴子一样是河北干肃的 不是,是云南那边过来的 云南 对,云南 那你们这个是怎么做的 我们是用这个铁锅 沙灶 小火慢慢来炖汤 这种柴火锅啊 烧这个沙子煲汤 哎呦,想想都好吃 大概要炖五个小时 你剁那个螺蟀是怎么卖的 螺蟀我们是按锅卖的 有分两个规格 一个中锅的是280 大锅的是460 螺蟀炖汤啊 对,螺蟀炖汤 螺蟀炖 螺蟀炖怎么卖呢 螺蟀跟螺蟀一起混合炖 这样味道会比较好 汤头会比较浓郁 那为什么不用驴肉呢 呃,驴肉比较嫩 炖出来 因为我们是沙滴的 驴肉炖一下就烂掉了 哦,炖不了五个小时 对,我们这个沙滴小火慢炖 要炖大概炖五个小时 这边是驴肉炖 哎呦,这个驴肉炖 这边是驴肉炖 这边是驴肉炖 对,相当硬 嗯,非常的坚硬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今天我们来尝一下螺子肉 来喝一下,螺脚,螺排炖的汤 费力啊 下驴有几家搞这种螺排 螺脚汤的啊 呃,最早是我们一家在搞 后面就是呃,很多我们做起来了 现在有很多家跟着一起 模仿,模仿我们在搞 那是什么机缘巧合 让你搞这个呢 呃,我开这个店也开了有十几年了 因为有做过 之前从部队出来的时候 有做过经销山 有卖过啤酒 然后 后面也开饭店 开开,也是说厦门本地这边 人非常喜欢喝这个 柴火炖的汤 就巧合就搞起来了 哦,你是当过兵的啊 对 哪一年推了我啊 呃,05年 这个是料包 对 料包 那里面280一锅里头有多少排多少螺脚 正常是两斤排 一根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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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多的啊 这螺皮子 嗯 除了螺脚汤以外 我们这边牛边汤也非常受欢迎 哦,牛边汤 这个画面啊 太让人喜欢了 要等快五个小时 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简简单单 四菜一汤 来看一下 这也是人生初甜啊 螺子 螺蹄炖的汤 哎呀 这个啊 就一句 一句话形容 香迷糊了啊 先来碗汤 哇,真的是香啊 驴排 驴蹄子 哇 哎,他这个汤怎么有点发黑啊 先来个汤 哎呀,真的是香迷糊了啊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菜 这个是红烧黑山羊 头两天我们在岛内吃过啊 这个是生豹肥肠 作为肥肠刺客啊 这个肥肠一定要点 这个是白灼沙虫 还有一个这个叫心虚豆干啊 尝一下这个生豹肥肠 生豹啊 生豹啊,就是肥肠有嚼劲的那种啊 上次在漳州吃的也是生豹肥肠 生豹肥肠 生豹炒的是酸菜 哎呀,有嚼劲 再来哈一哈 这个是 黑山羊 带皮的啊 嗯 这个 吃出了红烧肉的感觉啊 这一盘是一百块啊 就是螺子皮 冬了五个小时啊 我们是中午在这拍的 晚上过来吃的啊 冬了五个小时 还特别有嚼劲 对于一个肥肠最大的尊重 就是肥肠盖饭 嗯 安海是不是尽量的 安海土耳弄 虽然土耳弄我吃不太惯 但是这种沙虫 白酌沙虫我特别喜欢吃啊 特别爽脆啊 为什么点心虚豆干啊 心虚的鹅非常出名 我们明天早上去心虚吃鹅 继续炒饭 这家店啊 在厦门岛外祥安马向啊 如果就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就是菜太硬了啊 想吃的啊 想吃螺子汤的 可以来尝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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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